泰森在拳击界的影响力几乎无人不知 和泰森比赛没有被KO的拳手 在拳击界都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 巅峰时期的他被人称之为穿着裤衩的印钞机 每场比赛都轻轻松松拿到千万美金 于是泰森养成了花钱如流水的奢侈生活 用短短十年时间败光了自己四亿的家产 甚至入狱 然而最让泰森愤怒的则是一次诬陷入狱 那是泰森习惯性的赛后派对 当时邀请了很多模特和明星 其中一个叫德西雷华盛顿的黑人选民小姐 起诉泰森侵犯了他 导致他含冤入狱三年 暴脾气的他其实一直在牙齿心中的怒火 泰森出狱的场景是非常大气的 一个车队迎接泰森 监狱街道两侧占满全迷 三架直升机现场直播 之后的泰森仅剩了许多 虽然重启了奢侈生活 但他知道谁对他好 媒体报道三个月内泰森怒买了50辆火车 几乎都是老死来死兵力保释液的 弄给了他入狱时那些曾经看过肩的朋友们 不得不说拳王泰森出手还是非常好奇的 你是不是也想有这样一个朋友 欢迎评论 多谢关注